接下来我们就学习一下SSH这个终端命令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的格式 SSH这个终端命令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是用户名 另外一个是远程地址 还有一个是端口号 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参数是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就指的是远程机器上的用户名 等下在我们演练的时候 我们就远程登录到老师的乌班图虚拟机中 那现在老师问大家 在老师的乌班图虚拟机中 有一个什么用户 非常好 Python用户 对吧 那等下我们在演练的时候 就以Python作为用户名 好 明确了用户名之后 我们再注意看 在用户名后面紧接着是一个at符号 然后在at符号后面是一个remote 这个remote就表示我们远程机器的地址 同学们注意啊 这个地址啊 可以是IP地址 也可以是域名 还可以呢 是后面老师会给大家介绍的别名 一句话讲呢 我们可以有三种方式连接到远程服务器 可以是IP 也可以是域名 还可以是别名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用户名和远程地址之后 再来看一下端口号 同学们 回顾一下之前老师给大家讲的概念啊 我们通过IP地址可以找到计算机 通过端口号可以找到什么 哎 非常好 通过端口号可以找到安装在这台计算机的一个软件 对吧 找到哪一个软件呢 哎 我们就要找到安装在这台计算机上的ssh server的一个软件 这个server软件啊 默认的端口号呢 就是22 同学们 在这里老师要提示一下啊 如果我们使用的服务器 就是22号端口 我们在使用ssh的时候 杠p这个选项可以省略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服务器啊 使用的不是22号端口 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杠p这个选项 指定一下准确的端口号 否则呢 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 好 看清楚ssh这个终端命令的格式之后 那等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演练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老师现在用的电脑是不是一个Mac电脑 那么等一下老师呢就以Mac电脑作为客户端 通过这个客户端呢 来远程连接到老师的乌弯图虚拟机中 来模拟一下远程对乌弯图服务器的维护和管理 因为啊之前老师曾经讲过啊 在Mac也好Linux也好 ssh这个终端是不是默认已经存在的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而在Windows系统中呢 必须要安装一个特殊的客户端软件 才可以使用ssh 所以啊 等一下在我们演练过程中 老师先用Mac电脑 给同学们演示一下 怎么样来远程登录到乌弯图的机上 对乌弯图进行维护和管理 等Mac演练完了之后呢 老师啊 再单独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在Windows系统中 安装特殊的客户端软件 并且通过这些客户端软件 对乌弯图进行远程的管理和维护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啊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ssh终端命令的格式 这个命令呢 一共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用户名和远程地址 加上端口号 我们通过地址找到机器 通过端口找到程序 对吧 而且如果程序监听的端口 就是默认的二叉 我们这个杠P选项可以怎么样 哎 可以省略 对吧 好 在我们开始正式动手引连之前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